大家下午好 今天方太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道潮州软豆干 这道菜是我们潮州人常吃的菜来的 叫做潮州腊高瓜 所以它的材料就是这边是有四片的软豆腐 我们北方的人都是讲这个是腊高瓜 所以这个你要去分饰 然后就是加烧肉 还有一个蒜 还有一点点缀的就是柠檬 所以它调味就是一般 酱油一点头腰一点盐就好了 我们现在来炸这个短豆腐 before我炸的时候我放一点点 corn flour 大家不会去我 所以我就开大火 ok 我就把这个放下去 最主要你不要这样快去翻它 你给它定型了 然后下面弄弄了 熟了好像硬了你才来翻 ok 所以这个是差不多了 来 炸到像冰箱就好了 不需要炸的太腻 ok 因为到时候拿来闷了 关小火把它拿上来 然后就来炸这个料 ok 做了就放点蒜米 然后烧肉 然后就放了 好多人 DI5-3个 盐 都喜欢吃蒜 你不要放蒜都可以 都可以上薯菜花 然后再少许个盐 翻炒熟的蚝油来调一下味道 然后我把这个豆腐放进去 翻炒一下 放点水下去 给它进门一个三分钟 三分钟我才把这个 翻炒的尾放进去 然后 顺便勾的切 薄薄的切 然后你也可以试看那个味道好不好 够不够咸 不够咸 你也可以放一点点酱清 放少许的糖来调它的味道 两分钟过后 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